为了改善秀林乡景美村甲湾社区的墙面 秀林乡公所花费两个时间来重新设置 以太鲁阁族文化意涵来兴建 卡通版的设计相当活泼 让游客和乡亲来到这里游玩时 能够更了解太鲁阁族的故乡 秀林乡在文规上任之后 加上代表会权益的支持 并且开始规划乡亲的每个部落 来改善入口一项以及墙面的设置 后来先秀林乡部落交易协会理事上 郑秀林乡部落基础 来一层的族人七层都是太鲁阁族的族人 文化意涵是相当的丰富 而图案是以部落族人的意见加以设计 同时以卡通版的方式来呈现 这样是可以说是相当的活泼 其实我们非常感动看到这个 就是说我们郊安部落的整个墙面 有去做一个更换 或是说更新然后去做一个施工 其实在最最主要 其实我们真的要感谢秀林乡公所的汪玫瑰乡长 然後他在這個成像控告的改變的時候 或是說去建設的時候 他非常的鼎勵支持 那其實我們在這區塊 其實也經過了非常的部落會議 部落支持 我們也去做了一些 大家各家戶去顯的圖案 那沒有說像以前一樣 說可能這個圖案 他就是一個部落 全部都那是圖案 但是在這一次的話 有我們各部落自己去挑顯的圖案 像比較活潑的 像一些卡通的形式 那可以吸引我們自己的小孩子 停住在那個地方去做一個拍照 然後也了解自己的一些文化 像一些射箭或是說追逐一些我們的山豬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祖林之眼本來就是我們秀林鄉 或是說我們太魯閣族人 本身的一些文化的基底 所以在各部落裡面都可以看到一些 我們自己的祖林的眼睛 或是說一些山脈的調整 一些山脈的路線 然後再來真的是非常感謝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家灣部落 變成了一個新的非常讓人注目的部落 所以我感謝就是說 支持我們的秀林鄉公所的玫瑰鄉長 然後就是部落人的這麼鼎勵支持 讓他們能在這裡施工 也讓我們家灣部落能患然一新 有更美好的一個部落的環境 後來前秀林鄉部落教協會理事長 鄭兄弟表示 秀林鄉公所可以說是相當的用心 以前瞻性而大大的改善 部落的城牆風貌 同時也別具特色 讓鄉親和遊客來到這裡的時候 可以看到美麗的好地方 大家來到這裡 就是來到了太魯閣族的故鄉 記得教你休息一下吧